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小王子 我都不知道 非常感谢你 那今天呢 我们在这里 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新的东西 莎莎 我很久没有见你 可是每一次见你 你的头发的颜色就不一样了 因为我爱美 那你自己本身经常有去SERON染头发 那你染头发 你一定是有很丰富的经验 可是呢 今天爱多美推出了这个新的产品 就是我们这个泡泡染发剂 那你觉得这个相比 你经常在外面使用的 它最大的特点是在哪里的 其实呢 它最大的特点 它多了好几个功效 它多了我们的Cocoba Oil 这样Cocoba Oil 很多人只想 哦 它就是一个Cocoba Oil 这样其实是什么来的 它其实是一种沙漠的豆子 凝压出来的一个油脂来的 但是它并不是油 其实它还是一种叶状的辣来的 这样它可以耐强光 又可以耐高温 所以如果你涂在头发就会很阿达 这样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 萃取药药的成分 这样那个是姜跟萃取 这样这个姜跟萃取呢 其实它有一个好处就是 它可以去帮我们抗菌 然后帮我们的肌肤去栽成一个系统 这样这个栽成系统呢 它就可以让我们的头皮 不会这么样的敏感 这样你用的时候 你的头皮就不会 再像沙漠外面的这样子 痒痒的感觉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的维生素E子酸 很多人只知道维生素E 但是他们并不知道 什么是维生素E子酸 其实呢 如果还用在我们的头发 跟我们的头皮呢 它具有一定的保湿功效 你知道我们的脸皮 是需要去防晒 这样我们的头皮呢 除了有头发来保护我们 这样它们也是需要一定的防晒的 所以这个维生素E子酸 它可以让我们的头发跟头皮 有天然对抗太阳的一种防晒 这样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的羊肝菊 它可以抗菌又可以消炎 它不是杀菌 它可以去消菌 所以我们的头发就不会这么样的敏感 然后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肝草 像肝草它对头发有一定的修复的功效 让我们对我们的头皮 还有一种不会更干燥或者去敏感的 有点把湿的感觉 对 所以你用的时候 你的头发就不会更干燥 因为我们有时软头发 我们最怕我们的头发变 开擦 对 开擦 然后你头发就很不高晒了 所以你知道 而且这东西只要用在我们的头皮 它可以让我们的头皮防老 我们的脸要防老 我们的脸 我们的脸要absolute的防老 这样我们的头发一定要absolute的防老 对不对 而且还有一个很严重的东西 你一定不知道的 你知道是什么吗 就是我们没有ammonia 你知道吗 其实我们每次去染头发的时候 最怕是什么你知道吗 ammonia 有包物 有一种味道 很浓的味道 对 我本身在爱多美 我是第一次染头发的 因为以前我去那些理发院 就闻到那种味道 我非常的不习惯 为什么 用在我的头发上面 我是不能接受的 当他们染发的时候 那个药水味还是化学的味道 太浓了 可是爱多美的 我就用到非常的安心安全 有品质保证 我才敢用的 你知道做么吗 为什么 我们高配值低价格 其实我们有一个特点 你知不知道 你出来听一下 我们也可以对碰 有PV 但是你本身 你有过什么经历 在你 在Saloon染头发的 我在Saloon染头发的时候 其实到现在 我在Saloon染头发 我并没有经过很大的经历 可能我就是要承受那个味道 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很喜欢 亮的头发的颜色 亮的发色 可能人家就想 那头莎莎的头发就很亮 但是为什么我喜欢头发亮 可能就是 我习惯这样子的颜色 可是你就要去承受 因为 这样子的颜色 你的那个 阿摩尼亚的那些成分 就会很重 你修到的时候 其实是蛮辛苦的 像我以前在做发型界的时候 你知道我曾经染 头发染染 我还有戴口罩 我染染 可以染到 我差一点 跟顾客染 红头发 因为我流皮血 超级严重 所以我跟你讲 为什么我才会慢慢决定 到爱多美 所以这一个 它打开过后 我会闻到它味道很香很香很香 很香 很香的味道 差一点要拿来吃 可是不要误会 它不是食物来的 不过 从这里 我们就可以知道 原来它的配方 是来自日本 低敏感的配方 非常天然草本的材料 对不对 真的 所以 一般上我朋友 他用这两个颜色 很好看 因为爱多美 它这一款 总共有三种颜色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自然黑 NATURAL BLACK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的栗子红 我们的CHESNET RED 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的 琥珀中 就是我们的EMBER BROWN 对 所以呢 我朋友他就穿这两个 红色跟褐色 染出来 非常的好看 其实如果你要染头发 你也可以用单一的产品的 但是可能有些人喜欢头发 比较有层次 这样怎么办 你就可以参这两个 取决于可能喜欢红色比较多一些 你就红色多几包 可能喜欢BROW多一点 可能你不想这样炫耀的这个红色 比较明显的红色 这样就用BROW多一点 所以这个真是很方便 真的 因为我们可以自己去调那个 你要红一点点的 或者是BROW一点的 那如果要黑色的人呢 这样你就不要参其他的颜色 我问你 如果默测 这个参红色你看到颜色吗 默测 参红色还是默测的颜色 对咯 这样你参来这么 所以我们就建议大家呢 如果你要黑色的话 你就用黑色 如果你要看起来有颜色的话 我们就 用另外那两个 对吧 对 对 这样子哦 好像我的头发 比较短头发 可能一包就够了 但是呢 如果你要更加好像颜色 更赤色的话 我们就用更比较多 对不对 对 像我的头发 其实我是需要到两包 因为我头发真的太长了 所以如果我要两包的话 我需要两盒的话 就是要十包 这样可能有些人头发是到 可能这样子一半的 到这里一半的话 可能你具体是一盒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的一盒里面 就有五包嘛 对不对 这样可能有些人就会好奇咯 咦我们要染什么颜色 这样如果你的头发 是很黑的 怎么办 我有遇到一个问题 你问 就是他们讲 咦这么染了 看上去好像 没有染到的感觉 有色色是不是 其实是有原因的 有 你知道什么原因吗 原因就是他头发太粗 还有一个就是太黑 所以我跟你讲 如果你头发很粗又很黑 你想要染黑色可以吗 可以 为什么 因为你肯定是会有白头发的 这样你染的时候 你只是为了要补掉白头发 这样如果你讲 我有黑头发 我想要染红色可以吗 可以 可以的 但是呢 可能他赤色 就会有比较一定的程度 比较逊色一点 对 比较逊色一点 所以如果你想要染的话 这样我还有一个idea给你的 来 你有看过Selene 每次染的时候 后面一定会有一家机器司会在转的 对 那种加热器 你家会特地会要染这个去买吗 不会 沙拉我也不会 对不对 但是我们家会煮菜 煮菜的人会很喜欢买什么 来放冰厨 保鲜膜 所以其实你可以用保鲜膜来包着 就是我们根据那个程序 染了过后 对 我们再敷一个保鲜膜在我们头 对 这样只要大概几久的时间 如果你的头发是比较粗 又比较黑 又很难上色 OK 我会建议你可以放 多过这个盒子上面的direction所写 再加多一个十分钟 因为这个盒子呢 后面写的所有的direction的东西呢 是for所有standard的头发 对 这样可能头发太粗就更atas了 对 这样就要更atas的粉笼再加下去了 OK 而且呢 如果我们染第一次 或者第一次染发的人呢 他们第一次好像不是很去色的话呢 一个礼拜后 你可以再染一次 对 如此类推 这样你头发会开始慢慢适应的 有一个问题耶 哈 每个礼拜染哦 会怎样吗 我头皮 其实不会怎样的 你看它的配方啊 对 各各方面就知道了 当然我们用之前 我们可以去test一下 我们是否会敏感 对 通常我们会test一下 我们的耳后 对 或者是我们的手背 对 可是我其实蛮建议就是耳背的 因为耳背 其实是我们每次要try染头发之前 我们一定会实用的 因为手背 其实是并没有接近我们的头皮 其实我们真正要try的时候 其实是要靠近我们的头皮 才可以的 嗯 所以你们染的时候 我们就要非常去注意咯 要怎样用呢 这样用我们写来开箱给大家看 OK 你看我们的盒子哦 是这样子的 OK 今天我就try开我们的 这个 Ember Brown OK 这样我们的这个 Ember Brown呢 我们开出来的时候 OK 给你们看啊 它会有一个盒子 这样它里面呢 就会有我们的五包 来我们有请我们的小王子 所以你看哦 它还有五包哦 在那个伟杰的手上的 这样还有五个手套 OK 这个是说明书 这样今天我就做人体的说明书 到底要怎样去解释 OK 这样这个盒子哦 其实这东西你们不要丢掉你们知道吗 因为这东西你们一丢掉你们就不懂要在哪里掺这个东西了 OK 这样这个东西呢 你一打开 当然要小心翼翼打开 你不要太紧张 一啪 怎么办 所以还有一个前提就是 如果你们要染头发之前 你们穿绅色的衣服 或者你们不要的颜色的衣服 你们去穿 你们不要穿白色 如果你们穿白色 真的我告诉你 是非常难洗的 OK 所以每次很多人去舍认染头发的时候 我们只要看到他是摆衣服 我们就 Oh my god 怎么办 对不对 你看这手套 它是这样子的 所以 你就得去戴 这样你一定知道什么是左手 什么是右手 OK 这样我们染的时候 你穿一件黑色的衣服是最好的 因为黑色衣服染上什么颜色 其实你都没什么最大 或者你家里穿的衣服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OK 这样我们戴了过后 我们就有我们的梳子 OK 梳子呢 我们就开一个倒进去 对 我们就倒进去 然后我们就有梳子 这样的梳子呢 如果你有这样子的梳子 OK 也可以 这样子的梳子呢 或者 也可以这样子的梳子 OK 如果你没有这样 专业的 OK 并不是每个人都会特定在家里买 这样专业的 这样我就不要理他 我放后面不要理他 OK 我们就用这样的 这样如果你没有这样煎的梳子怎么办 你可以找可能你不要的筷子 还是什么 你就在里面搅 可能你搅到一定的时间 看你自己 可能你可以搅 而且搅的时候也是有这个 技巧在里面 对 我们要顺时钟 对 或者 逆时钟 就逆时钟 不要转来这边 又转另外一个方向 你转一定的方向 就转一定的方向 你转到它有 开始有起一点点泡泡的时候 但是有另外一个问题 我转头发 叫我头发 要打干吗 其实爱多美这个 我们要先 施我们的头发 当然我们是 不至于滴水的那种施 是 所以如果你转头发的时候 你可以去用宣布 洗干你的 洗干净的头发跟头皮 过后 不要用conditioner OK 不要用conditioner 然后不要用吹风筒打干 用毛巾拧干就好 拧干了过后 你再 开始 把这个泡泡 apply 就是放在你的头皮 和头发 不要担心它会刺激你的头皮 因为我们有干的那几个成分 对不对 所以你用的时候 还有一个重点 OK 你看我的手 我们的手 我们每次很喜欢洗头 用什么感觉方式 就是我们喜欢用指甲 去爬 我跟你讲 你去指甲爬它 就会怎样 你的头皮就会受伤 因为你去挂它 它就会受损 所以我们一定要用指腹 这样你看我 我要怎么去使用 我们一放到泡泡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这样子转 我们这样子按 OK 你看我这样子按的时候 按了过后 如果 还是有什么泡泡的时候 怎么办 加水 你加一点点水 过后你再搓 搓了过后 你可能我头发这样长了 可能你就卷卷卷 放在上面 你弄松一点 不要转太紧 因为我们要让软头发的地方 有一点点的空气 来让它可以去氧化 让它可以渗透 因为我们的毛铃片 需要一定的温度去打开 就像我们的鱼鳞 这样子鱼鳞呢 它会要去开嘛 所以颜色才可以进去 然后你就用那个保鲜膜去 保着它 保着它 我经常讲 给它有一点的温度 对 因为我们没有那个 构的机器 所以你弄好了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这手套 拉起来 一起丢掉 或者如果你下一次 要用的时候 你就这样子包着 洗掉它 收起来 对不对 这样你洗的时候 怎么办 如果你在外面洗头发 在家 我是想要去厕所洗头发 怎么办 你洗的时候不要用悬布 用清水来洗就可以了 对 还有一个问题 是清水还是要温水还是要冷水 温水 对 温水或者冷水都OK 因为我们的毛铃片已经开了 再用烧水可能就会冲掉 所以你一冲了过后呢 冲干净了 不要担心洗不干净 因为我们的是attached产品 所以你用了过后呢 你才用conditioner 去扔它 关回去 这样过后我们又要再加什么 就像我们平时咯 我们的tonic啊 我们的发油啊 你就可以软了头发 就跟我们平时一样的 铺发的流程咯 就很美了 对 如果你染头发你会怕 知道你头发很假吗 会咯 通常上会最害怕就是 黑色染起来 看起来很假 不过呢 我们今天这一个它的名称 已经给我们知道 它叫做 Datural Black 所以染起来呢 是非常的自然的 非常natural 对 所以你是不用担心 到底会被人家 除非你是昨天突然间白发 你今天突然间就变黑发 这样是人都会知道你染头发的 如果你想要头发不要有颜色的 这样你就可以try看这个了 对 这样子哦 因为我们现在也是双清洁嘛 5月跟6月 所以呢我们非常鼓励呢 宣布的人哦 要把这个买回家 然后跟你的家人去染头发 你知道做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有pb 双清洁又到6 又有pb 然后你知道又可以怎样吗 对胖多一点 就可以卖盖家里 去吃好一点东西咯 对 你知道双清洁会发生什么事情吗 双清洁会会亲住双清洁 你都会去吃 对不对 吃大餐咯 我们吃大餐之前我很喜欢做什么事情 selfie selfie 我们就会自拍 像我们自拍的时候我们最怕什么 最怕就是 看到 头发不好看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脸不会丑 我们就要美涂 这样可以 美涂可以美涂我们的脸 可是美涂不到我们的头发的颜色 所以我们只可以用这个来 自然的美涂 所以你拍照的时候 人家就叫 哇 你爸妈咧 好像是你的姐妹了 这是我爸 哈哈哈 所以在这时候 我跟你讲你非常需要去买 因为在双清洁的时候 很多人看到我们的这时候 可能会断货 真的 你知道下一个节日 现在母亲节过了吗 你知道下一个节日是什么吗 父亲节 yes 我们的father's day 所以father's day到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要让我们爸爸看起来 非常的年轻 你要让爸爸看起来跟你一样 当然是想要 对 所以不想买 所以呢 在这双清洁的时候 我们非常鼓励大家把它们买回家 然后你们可以自己做这个 mix and match 然后你可以帮你的长辈啊 帮你的父母去染头发 他们一定会感到非常的开心的 疫情的关系 我都不敢去咯 我们就鼓励大家可以在家里自己染头发 好不好 那 然后呢 你们要记得要拍照 为什么要拍照 然后我觉得 我觉得我可以hash tag一个东西两个 我们hash两个要不要 其实我在爱多美 我最希望就是 我是一个爱多美最闪亮的爸爸 嗯 我是最闪耀的妈 哈哈哈 然后你上去Facebook的时候 记得你要 Attack Atomy Malaysia 还有 Attack Atomy Malaysia Hair Bubble OK 你走路都会有风 头发都会飘 那我们今天这个产品的环节 先到这里 你刚才问了我头发的东西 就是外在的美 这样我又想要问你内在的美 对 你看哦 我们这边哦 有一个即将要上来的产品 我跟你讲 这产品 我觉得是很多人的福音 对 那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外在美 当然我们美呢 不只是照顾外面 我们有里面美到外面 就是要靠很多的 我们内在的保健 那今天呢 爱多美即将上架的 就是这个 车间止咳三十纤维 你知不知道三十纤维 它已经被列为我们人体 其他重要的营养素之一 对 因为我每次运动我知道的 有水 有fat 有 protein 有carbohydrate 有mineral 有vitamin 还有一个是 三十纤维 对 所以这七种元素 在我们人体来讲 缺一不可 那爱多美 为什么选择车间止呢 其实车间止它本身是一种植物 它是这个植物 然后它有那个种子 种子的壳 它脱了过后 然后呢 它们就做成这个三十纤维 所以有很多国家呢 他们就会拿这个车前止咳 作为这个保健品 而在中国呢 它其实本身也是一个一品中药 而这个车前止通常它们是来自于印度 还有这个伊朗 不过呢 现在全世界呢 很多的国家 都已经有车前止这种植物了 这样我问你哦 这车前止哦 这样好 其实 这么贵在外面直接买呢 这个车前止三十纤维呢 里面有含有两种的这个三十纤维 OK 就是水溶性 还有 不水溶性的三十纤维 哇 其实呢我们人体 一天都要摄取25到30g的这个三十纤维 可是现在我们的饮食习惯啊 通常我们吃什么 我都是 因为我每次会运动 所以我每天都会吃很多的青菜 哦 所以你非常的健康 那大部分的人呢 他们有做过这个研究 都摄取一天不够的那个三十纤维 大概有80%以上的人啊 他们一天摄取不到不达标 我知道为什么呢 因为 不是 我们的饮食习惯 对 还有我们的这个 很多的快餐啊 真的 大家都喜欢吃快餐 赶时间啊 很喜欢吃油炸食物啊 然后每天又吃火锅 对 好厉害哦 大家知不知道 如果你要摄取一天 足够的三十纤维啦 你要吃那个 tomato 我有吃 你要吃6个kg这样多 这样就没有了 就是很多很多的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 不过呢 车前纸三十纤维呢 它是在很多的物质里面哦 其中一个它三十纤维的含量是最高的 大家有听过那个起压子吗 哦 它是起压子 它是起压子 它是三十纤维的一倍 哇 你听过燕麦嘛 它里面 这个车前纸三十纤维呢 它里面三十纤维的那个含量是燕麦的七倍 哦 所以你可以吃它哦 就能够达到我们的这个健康的作用 这个三十纤维呢 我们吃了过后呢 它能够达到的这个第一个是我们刚才讲的两种三十纤维吧 那个水溶性的它就能够增加它的粘度 哦 对 然后它粘的时候哦 它就能够把我们那个肠道里面哦 不需要那种残渣 真的咧 你这样讲我突然想想 很多人每次上厕所的时候 它的葵花宝典都会很痛的 哈哈哈 对 他们也是有做过这个研究呢 你多吃这个三十纤维呢 它能够哦 让我们的那个嗯嗯啦 嗯 形状比较美 然后呢 嗯嗯的时候哦 比较达 哈哈哈 它也能够增加那个重量啊 啊 所以它也能够增加那个蠕动 所以呢 有便秘的人哦 他们可以得到这个缓解 然后你排出来的时候哦 那个痛感啊 如果会痛的人啊 它也会大大的减少 你突然这样走 我就突然想到耶 我每次会吃芹菜这些的嘛 嗯 这样我每次吃芹菜这些 也不一定是可以完全被吸收的 对 而且这个可以被吸收 额外的补充呢 我们是非常鼓励的 因为呢 为什么在马来西亚哦 这个癌症杀手的排行榜里面 男性哦 第一号的杀手其实就是 美女杀手 大肠癌 哈哈哈 那女性呢 就是排名第二名 也是这个大肠癌 所以呢 我们务必要好好照顾我们的 厂道的健康 真的真的 所以我们非常鼓励呢 大家可以买这个车间纸 30千尾哦 回家去吃 除此之外呢 它有很多 这个帮助的 嗯 它的帮助其实也不少耶 你看哦 现在哦 在这个市场上哦 在这个马来西亚哦 你知道我们都很爱去吃 吃什么 马来西亚最出名就是美食耶 所以我跟你讲 每次去吃每次的时候 大家就已经是忘记要去吃什么了 就哇 这个好吃就要吃 吃那个就要好吃 可是已经很多人就忘记了 其实很多的健康 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大肠耶 病虫口入嘛 真的 所以为什么以前的医生 以前的中医哦 都会这样子讲耶 你看很多人就是因为大肠不好哦 所以透过我们的皮肤呈现出来 对 所以如果你要你的皮肤也是变美哦 其实照顾你的大肠的健康 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秘诀来的 所以哦 大家有没有发现到 其实我们吃东西 我们最主要是要摄取它的营养 可是现在我们就 味道为主嘛 对不对 三式纤维呢 它的味道非常的好 非常的高 你懂为什么吗 因为它有高品质 低价格还有PV对控 当然最重要的是呢 它本身的原材料是 嗯 我知道 因为它是有车前纸壳做前煮原料 然后哦 还有梅子 蔓越梅 然后还有那个 蓝梅啊 对 总共十种 十种耶 所以我们就能够健康美味二合一 我觉得三合一耶 三合一耶 还有比手它的味道耶 要修一下 有人说 有人说 好吃的东西一定不健康 未必哦 今天呢 你可以吃到健康 又很好味道 我真的是喝了哦 我很想再喝 而且它的颜色很美 我们赶快给大家看一下它的颜色 真的 我们开给你们看一下哦 你看这包东西 它就是这样子一包的 OK 这样这包东西哦 我们只要开 其实你去旅行那些哦 都很方便耶 对 因为它这样子一盒里面呢 它总共有三十条 这三十条哦 你就可以 随身携带哦 真的 你可以放在包包 不可能你带牛奶公吗 你开到牛奶公 也很low 我不喜欢 这个包装比较大 对 你可以开给大家看看 所以你看啊 我现在再倒下去啊 嗯 嗯 好大家看看哦 你看它进去里面哦 哇塞 它很快就会 被激光耶 对 所以你看到它哦 是颗粒颗粗的 然后你现在看到好像粉 这样子 不过在这个过程呢 它是在做什么 它是做这个吸收水分 当它吸收水分的时候 好像如果在我们大厂里 我们的厂道里面 有那些不好的水啊 或是累积很久的那些 嗯嗯啊 嗯 它就趁个时候 我把它全部吸在一起 这就是水溶性 对 然后它就开始 体积越来越大 当它体积越来越大的时候 它在我们肠道里面滚动了嘛 它就会刺激我们的肠道的这个蠕动 当我们蠕动越多的时候哦 我们就能够 越好的嗯嗯出来哦 啊 所以它就很香 而且它颜色很好看很美 给你喝吧 没关系 我们来放这里给他们看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对真的 它会在我们的大厂 它会发膨胀40倍 它会膨胀40倍 所以它就很容易的 把我们的废物啊 好像我们肠道旁边 可能有一些黏着的 它就好像刷子这样子 就把它们慢慢 带出我们的体外 这样我们就更加的健康哦 葵华宝典就很健康 而且呢有人问哦 它是否能够帮助到减肥 对啊 我觉得可以耶 不是觉得我认为真的是很可以耶 对 因为你知道做吗 因为很多人是便秘的 所以它只要一便秘 它很多东西就会 我问你哦 如果一个食物放在座子 气甜不吃会怎么样 腐烂 不吃会烂 对 为什么那个东西 那个便秘在肚子 这么久 你不排出来 对 你还可以吸收 它能够帮助我们减少这个疏变等等 不必要的那种食物残杂 缩短那个时间 因为它让它更好 更快的排除我们的体外 真的 这样我们就更健康哦 而且呢 它能够帮助到我们减肥的原理 在于呢 它能够膨胀 当我们膨胀了过后 那我们就有那个饱腹感 那我们吃的时候哦 就不会吃得太多 可是 如果你是很贪吃的 你饱了还是继续吃东西的 这样sorry 要保护到你 所以我们 它的帮助是这样子 当然呢 如果我们配到其他爱多美的产品 它也是有更好 有些人觉得用这个来带餐可以吗 我觉得不是很建议 如果你要带餐 我们有另外一个 对啊 那个带餐就是带餐 这个是帮我们排掉我们便利 对 爱多美也是有另外一个产品 是这个带餐品 普耳茶 也是不错 还有这个普耳茶 然后呢 普耳茶是可以帮我们分解那个油脂 那这一个呢 它就把它包裹 让我们减少吸收这个油脂在我们身体里面 这样有一个问题 这是水溶性吗 这样不水溶性 我可以看一下粉是怎样的吗 其实它水溶性跟不水溶性 它就融合在里面了的 OK 所以呢 当然有人是这样子倒了 水出来是你要马上喝 你不要摆在那边 很久很久过后才喝 真的 我们要马上喝 当然另外一个喝法 我们在外面 我们可以这样子 你把它打开直接入口 好像我们的维他命C 我们的益生菌也是打开马上吃 对不对 很方便 这个也可以 你这样子打开了 然后你就可以倒入你的嘴巴 不过今天我就不倒入嘴巴 我倒出来给大家看它是怎样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颜色是非常的好看的 它是这个粉末状的 因为它整个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确保它没有这个残渣 没有这种农药 没有这个重金属 是不是因为它生产的关系 对 它在生产的过程当中 它会经过第一轮的筛选 选了过后它会做第二轮的筛选 然后选了第二轮 它又会经过这个杀菌 杀菌了过后 它又会做这个可力的检验 检验了过后 它就开始包装 包装完出来过后 它又会再检验一次 然后我们才会把这个产品送到我们的手上 所以整个过程当中 大家可以放心 它没有重金属 没有这种农药的残留物在里面 很好 所以因为我们很多农作物 我们就很担心是否有农药 而这一个呢 大家可以绝对放心 艾多美给我们绝对的保证 高品质低价格 对 所以这个产品 它即将 即将要上架了 真的 我跟你讲 因为只有我们两个期待 我觉得很不开心 让营物前面的人陪我们一起期待 对 其实我是非常期待这个产品 在马来西亚快点的上架 所以这个几十位上架 其实我们一起来 拭目以待 期待 这样我们今天的这个车前子的分享 就到这里为止了 OK 那我们就 下一次成功选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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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